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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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未买一款游戏烦恼很久吗? 或是买了之后觉得内容大相征庭 让心灵饱受轟炸 相信经过了2020年 许多大作游戏的洗礼之后 大家都深有体会吧!嘿嘿! Hello 大家好我是SHAPI 欢迎来到UGS频道 今天这部影片不是工商 也不是什么合作 只是一个名为爱的推广 真是让人太不受控 你还有朋友我还没有入坑吗? 你还在烦恼到底要不要入手吗? 你还在想这游戏到底在玩什么吗? 没错就是魔物猎人崛起 今天这部影片一次让你了解 相信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 心中的想法就会比较明朗 嘿嘿! 好玩的点到底在哪? 战斗 故事 魔物 收集 培养 成就 共斗 没有错 以上这些呢 全部都是 随着故事的发展 体验热血的战斗 收集魔物素材 培养更高成就 不断累积自己的实力 与队友一同踏破极难的高墙 这些 都是魔物猎人的魅力所在 游戏的主要核心 就是让玩家 在不同的环境 与魔物战斗 随着讨伐的成功 获取魔物的素材 制作更好的武器装备 以挑战后续更强大的魔物 每场战斗呢 都会伴随着不同的任务 循序渐进 任务方面 有分为单人与多人两种 单人呢 既为主线任务 俗称村任 除了可以让玩家 更深入的了解游戏背景外 随着任务的推进 也有许多系统功能 逐渐开启 相当重要 多人则为集会所 可与全世界的线上玩家 一同狩猎 任务内容相比单人来说 更加丰富 相对难度也比较高 推荐可以招募队友一起挑战 当然 不管要先玩单人或是多人 都是自由选择 若单人剧情卡关 也可以先到集会所 与其他玩家一起推进 强化自身装备 再回头打单人主线 相对呢 就会比较轻松一些 另外要注意的是 任务接取方面 有所谓的限制 不管单人或是多人都一样 会以Hunter Rank 简称HR作为划分 简单来说 就是猎人本身的评价等级 想要接取更高难度的任务 就要不断的提升HR 只要将当下阶段任务中的 关键任务打完 就会出现紧急任务 当紧急任务处理掉后 就可以进阶下一个HR 挑战更多的强大魔物 这些魔物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身为游戏主角群 每只魔物的设定都别有一般风味 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 有的身上斩满坚毅的岩石 有的会发出耀眼的雷电闪光 有的速度还会快到完全跟不上 甚至有些更是梦幻传说般的存在 而正是这些 让游戏充满各种魅力与特色 也是每位玩家之间讨论度非常大的话题 例如这个天眼 啊不是我是说首领炮虎龙嘿嘿 除了有吸引人的设定 魔物们也都各自身怀绝技 会用尽一切让玩家猫车 电的 劈的 揍的 爆炸的 土破坏死光的 各种能想到的应有尽有 而就是这股高强 让每只魔物的挑战性都相当高 但当跨越之后 那种成就感 却是什么都无法相比的 好比怨虎龙 相信各位这段时间 在体验版中挑战的不少次吧 呃真的是被他碾到一个爆炸 攻击招式除了很帅气 也是痛到一个不行 时常呢就莫名其妙的 直接猫车回家 当下可能会想 哇试玩版就这样了 那正式版该怎么办 嘿嘿其实没那么夸张 主要原因试玩版的装备呢 都是固定的 实际的技能与素质也是不明 能确定的是强度绝对不高 加上讨伐时间也就整整15分钟 所以这次体验版的怨虎龙 会这么强势就可想而知 等进入正式版后 绝对是另一个风景 装备选择上会非常多 每件自带的技能也会不同 能依照使用的武器去做装备混搭 但光只有装备还不够 需另外搭配所谓的装饰品 来强化自己 好比技能珠 护石 还有这次新增的结花环 技能珠可透过制作获得 种类非常多 例如攻击珠 宽破珠 回避性能 集中等等很多很多 可以自由镶嵌在装备上 满足所需触发的技能等级需求 例如看破这项技能 最高为7等 一套装备自带看破4 剩下的3等 就可以利用技能珠或是护石 将其撑上去 以达到所需的技能门槛 当然不懂这些技能有什么用处 游戏中也有说明可看 建议一定要想赌 毕竟使用什么武器 面对什么魔物 当下的战况如何等等 所配置的技能与装备都很重要 好的配置会在狩猎上大大的加分 另一边 护石这项饰品与装备类似 除了自带技能外 有些会带有技能槽 弓箱牵技能珠 唯一不同的是 护石是需要刷的 所以是很干人品的装备 神护石带你上天堂 普通的护石 也不会让你下地狱啦 总之刷起来吧各位 这次还新增了很特别的捷花环 相信玩过试玩版的 地图上都有看过鬼火鳥吧 主要功能是一场任务中 个别永久增加 血量、攻击、耐力、防御、体力上限等等 而这个捷花环就是将这些功能再次强化 就我目前的理解 简单来说 就是一只抵好几只的意思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去配置不同的捷花环 好比玩弓箭可能对于耐力的需求较大 那装备耐力方面的捷花环 在遇到能buff耐力的鬼火鳥时 可以快速的将耐力上限拉上去 增加战斗效率 因此对于每张地图 鬼火鳥的位置就要相当熟悉 毕竟这块对于战斗方面的影响也是蛮大的 说完了装备我们来谈谈武器的部分 崛起在战斗上共有14把武器可供选择 每一把的外观除了都相当独特外 战斗风格也格外有个性值得钻研 承袭了世界冰原的流畅操作 引入了新系统翔虫机制 融合了大量double close的授机动作 让每把武器都属于自己的独特战斗风格与招式 违避、派身、强化、攻击、反击等等都不在话下 加上有复数的降虫招与一般攻击可供替换的交换技 使战斗的方向有更多的选择 简单来说一般攻击的变化 加上不同技能招式的搭配 让崛起在战斗方面想必会有相当多的玩法与流派 同一只魔物不同的武器不同的招式搭配 让每一次战斗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更不用说多人共斗的战况 简单两个字耐玩 说到这再看回4玩版的怨虎龙 前面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出现的 像是替换招式的系统、个人装备的选择 技能方面的搭配 少掉的这些是被魔物猎人 增加的这些我们就是魔物猎人了 他真的会被按在地上撸啊嘿嘿 那再说到制作装备武器这一块 不管要收集、使用、甚至是配出好看的外观等 带着帅气强大的装备 出去战斗都将会是游戏的乐趣之一 想想在朋友面前 穿着暴酷炫的装备 拿着相当有个性的武器 在魔物之间穿梭 Oh 素巴拉西 不过我还是会选择火牙 嘿嘿 另一方面出产这些武器装备的神火村 也是相当重要的地方 在这里可以培育自家的随从猫狗 囤积平时战斗上所需的战备资源 透过多功能的训练场 增加实战上的能力 还有出任务前可以吃个猫饭 让自己的战斗能力提升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美丽帅气又可爱的NPC Oh 火牙 素巴拉西 崛起的村庄设计真的非常漂亮 有浓厚的东洋日式风格 任何角落的设计 不管实用性与观赏性都相当到位 每一个场景的BGM也都非常好听 诚意真的很够 崛起的故事冒险舞台就从这里出发 过去 2G的雪山故事 3G的海洋传说 4G的工会传奇 Double Close的全球故事 世界冰原的追击物语 而究竟这次崛起所阐述的鬼怪魔物传说 到底又会是怎样的内容 相当让人期待 魔物猎人崛起再过几天就要正式发售了 相信许多的新老玩家都很是期待 武器风格的多样玩法 众多魔物的狩猎挑战 多样化装备的制作与武器样貌 村庄系统的开拓 以及百龙夜行的新型玩法机制 加上平均有2-30小时的主线内容 这次新作的耐玩度绝对相当值得入手 更不用说魔物猎人一直以来的传统 先出一个本传 接着一年后再出一个加强版的资料片 中间还会数次的免费更新许多东西 且在强化版的加持下 内容更是会多出一倍以上 完全又是一个新的游戏 新的开始 能说不香吗 总之如果对于动作游戏相当热衷的玩家 绝对超级推 想要感受战斗的刺激 挑战跨越的成就感 想要钻研各种武器 尝试不同的战斗风格 或是体验与朋友一同狩猎游玩的乐趣吗 这些魔物猎人崛起绝对都可以满足你 还在思考要不要入坑 3月26号快到了不用犹豫了来吧 或是看看这次的农娘双胞胎姐妹不入吗 嘿嘿 12号满坡 我我知道大家是io就不要入 mandatory tirar点增打她